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子净身出户后 丈夫立即再婚了 长月和陈东两人结婚也有好多年了 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了 但就长月为自己的孩子能考上新一大学的时候 陈东却意外地提出了离婚 长月以为陈东在开玩笑 但陈东却说的都是在真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夫妻两人最终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长月在大学毕业之后也是被自己的父母安排到了一家国企上班 在工作之后 长月也是不想两头来回的跑 长月的父母帮长月在距离单位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地方买了一套小公寓 当时他的一顿三餐都是在单位吃 只有晚上的时候回去睡个觉 在毕业了两年多之后 长月的父母陷到他也不谈恋爱 也不找对象的情况下 把自己一个好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了自己的女儿长月 那个男孩就是陈东 陈东的父母和长月的父母在单位是多年的好友 彼此之间也是相当的熟悉 最主要的就是长月的母亲和陈东的母亲相处得十分融洽 也是多年的闺蜜关系 长月当时是不愿意去线陈东的 陈东当时的想法也是一样 但最终在自己父母的强烈要求下 还是去见面了 长月的岁数要比陈东小几岁 陈东是市第一院的大夫 研究生也是刚刚毕业 但现了面之后 陈东看到长相十分漂亮的长月 也是一把就被吸引住了 在之后陈东也是在自己休息的时候 努力的去找长月玩 长月也是在自己父母的见义下和陈东走到了一起 毕竟两人的家庭都是门当户对的 彼此其实小的时候就见过 只是打了之后在不同的学校上学 彼此之间所以都不记得了 自打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 家里面就十分的着急 陈东的父母也是在市里给他早早的就买了一套大三居的婚房 之后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两人结婚了 婚后两人还是蛮温馨的 长月的父母也陪嫁给了长月一辆车 夫妻两人过着没有贷款 有车有房的舒服生活 长月从最初的不是特别的喜欢 也渐渐的转变成了爱 或许换句话说是已经习惯有彼此了 但陈东因为工作的原因 需要经常加班 所以长月在陈东加班的时候都会住在自己的小公寓里 有的时候陈东下班了 也会来这套小公寓这里找长月 随着之后的接触 长月发现陈东的工作十分的繁重 也十分的忙碌 加班是经常事情 而且也时常有职业班 总之夫妻两人在刚结婚的前两年并没有要孩子 双方的父母虽然着急 但两人却一直默要 在两人婚后的第四年 长月给陈东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个孩子的诞生让双方的父母都十分的开心 在长月休完产假之后 孩子就由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轮着看 总之夫妻两人只有周末回家的时候才能看到孩子 转眼夫妻两人结婚十几年了 孩子也已经快上高中了 夫妻感情现在更像是亲人之间的感情 生活也是趋于平淡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 长月和自己单位的一个男人走到了一起 这个男人帅气迷人 在年轻的时候两人就有些意思 但长月还是控制住了这种欲望 这个男人岁数要比长月小几岁 也是后来者居上 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 被单位直接提升到了副总的位置 面对他的勾引 长月和他走到了一起 尤其是在陈东加班的时候 两人经常会在自己的那套小公寓里边约会 长月最开始的心态其实是有些害怕被发现的 但之后也是在自己情人的承诺下选择不再想这件事 期间夫妻之间玄如往常一样 每日的相互关心 在孩子学习上的用心 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做了背叛的事情吧 对家庭的愧疚就全部展现了出来 平日里对陈东也是要比之前好得多 转眼又过去了今年的时间 陈东的儿子如愿地考上了自己心怡的大学 之后的一次夫妻两人正要休息 陈东从床头拿出了离婚协议书 当时长月还以为陈东是在发神经 但当陈东拿出他背叛的证据的时候 长月不再说话了 直接也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存款长月一分钱没拿走 只开走了自己父母陪嫁的那辆车 在两人离婚之后 长月的父母也是对长月无话可说 长月就一直地住在自己的那套小公寓内 反观陈东这里 在离婚后末几个月就和单位的一个医生结婚了 夫妻很是恩爱 长月现在是个自己的情人也分了手 当初他做的承诺还不如一个屁 转眼过去了今年 长月的父母突然打电话给长月说 我们现在岁数也大了 回家里来吧 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 这样我们也有个伴 听完这些长月一下子就哭了 自己的父母因为这件事多年不长和自己联系 现在自己的父母想到自己 长月也是十分的高兴的 现在自己岁数已经过了50了 回去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也是好的 接触于婚外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承受这些代价的能力 就要自己努力地去克制自己的欲望 守护好自己的家庭才是我们每对夫妻之间最应该遵守住的 虽然说爱一个人一辈子是有些不太可能的 但我们也要遵守住最基本的底线 当下社会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是特别的在乎这些 对于自己的婚姻也是犹如儿戏一样 但对于岁数稍微大的那些人面对自己生活当中背叛婚姻 还被自己的爱人不发现的情况下 或许只是在弥补自己内心当中的空虚吧 背叛永远是婚内最热议的一个话题 很多的夫妻也是在发现自己的爱人背叛的时候 选择隐忍的还是在少数 这样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有自己孩子的牵绊 就例如文中的这个男主 但我相信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忍受不了自己爱人的背叛的 毕竟这件事是一个男人一生的耻辱 毕竟男人一般都是占有于十分酱的生物 想对文中的女主说 爱一个人就应该做到专一 对于你情人的保证 我相信你也是明白的 最终你的父母还是选择了原谅你 好好地孝顺自己的父母 事情也要往前看 想对文中的男主说 你的做法我也是挺佩服的 毕竟在发现了自己爱人背叛之后 为了孩子选择隐忍多年 在孩子考进大学之后便提出离婚 在这段期间还能与自己的前妻同床共枕 我相信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做不到的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